大脑是我们体内最复杂、最神秘的器官 它是中枢神经系统里 由上百亿个神经元聚集而成的膨大器官 掌管我们的意识、调控认知、思想、感觉、情绪、运动、行为等等的功能 你若有机会看到大脑 例如高等哺乳类动物的大脑 一定会对大脑表面的皱褶感到好奇 这些皱褶纵横交错、弯弯曲曲、有隆体、有深沟 你往里面看去,会发现颜色有些不一样 原来,大脑是有分层的 人类大脑表面弯曲皱褶 最外面大约2到4公里厚的这一层胶状组织 我们称之为大脑皮质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关键字 大脑皮质因为颜色较深 也叫做灰质 是由神经元的细胞本体 加上一些具有支持功能的神经胶细胞所组成 而神经元长长的神经纤维 也就是轴图 则在皮质下面的那一个区域交缠连结 形成所谓的随质 由于神经元周图外层的随窍富含灵脂质 使随质看起来呈现白色 所以随质也叫做白质 组成大脑皮质的神经元有很多种 可以依据神经细胞的形状 分为锥状细胞 形状细胞 以及颗粒细胞 它们在大脑皮质中有不一样的分布模式 因此大脑皮质还可以细分成六层 脑科学家根据这六层的外观与细胞种类 从外层到内层 分别命名为分子层 外颗粒层 外锥状细胞层 内颗粒层 大锥状细胞层 也叫做背势细胞层 以及仿锤细胞层 从大脑外部来看 大脑皮质根据其所在的位置 主要有四个区域 第一个是靠近我们额头的额叶皮质 然后是位于头顶的顶叶皮质 以及耳朵附近的念叶皮质 最后一个是位在后脑勺的整叶皮质 额叶皮质负责高阶的认知功能 例如语言、学习、判断、抽象思考 顶叶皮质处理身体的感觉 空间认知也同整视觉和身体感觉 念叶皮质负责听觉、嗅觉以及长期记忆 整叶皮质负责视觉的处理 人类的大脑皮质如此皱褶 你若把皮质给摊平 它的面积大概是脑部表面积的三倍 但是大脑皮质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皱 或者问说 大脑皮质这么皱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过往在讨论动物质量高低的时候 人们很容易拿脑的重量来做比较 皮质皱褶的程度也是 我们人类以外 其他脑部较大的哺乳动物 像是鸡豚类 人类的近心大猿 还有猪啊、狗啊 大脑皮质都有着复杂的皱褶 小型哺乳动物例如老鼠 或者其他脊椎动物像是鸟类 皱褶就较少 甚至没有 这事情可以反过来问 会不会是皮质的表面积越大 神经元的工作会更有效率 事实上 要把大面积的皮质塞进头颅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折叠 皮质里 神经元的分层 排列方式 以及皮质的弯曲 拉扯、挤压 都有可能会影响神经元的功能或表现 这些都有在更进一步的研究 新进关于鸟类的研究发现 鸟的脑子虽然很小 某些鸟类却展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认知能力 它们的脑细胞 数量没有我们那么多 但是皮质的神经元 却是以更紧密的方式挤压在一起 神经讯号的传递可能更有效率 大脑 这个复杂又神秘的器官 我们还能有多少新发现 请看看2020年7月号 科学人杂志的聪明如鸟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科学人关键字再见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